在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有感覺 就是它剛好是要封土 我覺得跟我喜歡做的事情 還有正在做的事情 是很類似的 對於料理 對於這種熟悉的味道 對於封土 我覺得它好像就是一種痕跡 是一種故事 就是每一個人 他心裡都會有一個故事 當你在吃很棒 很創新料理的時候 我覺得它還是會回到一種 熟悉的畫面裡面 我從小就是在眷村長大 四五六點 天色有點變暗 你就會開始聽到那個 巷子裡面傳來那種 鍋鏟的聲音 ㄎㄎㄎㄎㄎㄎㄎ 然後你會聞到味道 這個畫面我覺得就是我會想要流口水的一個畫面 我會看到一個窗戶 窗戶裡面我會看到有人在準備料理 我會想要偷看 我會想要偷聞 我會想要把窗戶打開 然後我就把我剛剛的那個事情跟他說 他就覺得 你說的那個紗窗 因為我沒有用到一個紗窗 他說紗窗是小時候的那種 有點綠色的 我說對對對 就是那個 所以我在這一次的作品裡面 其實是因為張大哥的故事 然後跟我自己的故事結合 我把它丟出一個實際的一個作品 它是一個想像中的窗戶 老舊木頭 有歲月痕跡的窗戶 它打開之後裡面是一個紗窗 紗窗它是那種我們印象中那種綠綠舊舊的 而且它會有一個破洞 為什麼有破洞呢 我覺得我們小時候都會很皮 有一個小破洞 就想要把它摳大 越摳越大 然後透過那個紗窗的感覺 你就會好像 我好像更能夠看到裡面有什麼 然後最外面的地方 我用了一種鐵窗花的概念 我把整個窗戶的架構 好像懸空浮起來 用鐵窗花把它支撐住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你會想像 它的圓件就是一層一層一層 然後整個窗戶是有點懸空 被呈現在一個層次的故事裡面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